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终 你猜怎么着了 踏着 你曾经让赵珂找的人 他带回来了 他十分不信任他人 一会儿你见到他的时候 小心一点 肃国公 有事想求你 你是想说他脸上的疤吧 是 若九月来找你 劳烦肃国公告诉我 我想求九月舅舅薛信令和海棠 他是用毒的你不是不知道 万死力求医生 我信他 等我联系到他便派人通知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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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人推领你身边 将他留在你身边 留在你目光所及之处 你是这样做的吗 我不需要 肃国公还真是改不了 偷听别人说话的坏毛病啊 是你自己说话的声音太大了 这么说倒成了我的错了 知错就好 大昭使团的接待是征选 你去不去 你怎么也说这事啊 负责此事的 是沈玉蓉吗 肃国公 你先前给我讲过 东海皇宫的故事 今天我给你讲一个 美人归的故事 一公子外出游玩时 贪恋一娘子的美貌 后许下终身 然他始乱终气 抛弃了娘子回到京城 公子奉父母之命 娶了侯门嫡女 未曾想到 嫡女与那娘子 不但长相一致 举手投足 细节也甚是相仿 那公子认定 是侯门不愿 不愿把真正的嫡女 嫁过来 遂找人替嫁 恰替嫁之人 正是被抛弃的娘子 婚后的无时无刻 公子不再想着验证 自己的猜测 最终 你猜怎么着了 她将那嫡女杀了 肃国公怎么那么喜欢 打打杀杀的戏吗 难不成 嗯 她俩比一双妃了 且看吧 这出戏 我会好好演给肃国公看 嗯